南科子曾言,做日月焦光,夺取叶明珠,古往今来,无数珍宝常知世人看重,民间传说中叶明珠更无比珍贵,其别样光彩鲜少出现,引得世人为之瞩目,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提到慈禧太后,想必很多人都不陌生,在慈禧太后生前,曾过着无比奢靡的生活,对于这样一位奢侈之人来说,她的身边自然会有着无数奇珍异宝,在慈禧太后临终前,她更是含着一颗价值八亿的叶明珠入葬,曾经在民国乱世背景下。 慈禧太后带入墓葬的叶明珠曾被倒挖,自此之后,这颗叶明珠便流落在外,后期,在相关部门的查证下,人们发现,这颗叶明珠早已被卖给一位国外大亨,那么,为何叶明珠会有着如此珍贵的价值,这颗叶明珠又被卖给了那位大亨呢? 千百年间,关于叶明珠的传说数不胜数,正是因为叶明珠有着能在暗夜发光的特性,所以,在古代人看来, 如此神奇的叶明珠,必会给人们带来别样的好业,除此之外,在我国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,亦有着叶明珠能够保人尸身不服的传言。 正因如此,慈禧太后对叶明珠十分看重,在临终之前,她更是将一颗珍贵的叶明珠含在嘴里,以求尸身保持不服状态。 而据史籍记载,慈禧太后的这颗宝贵叶明珠,来自乾隆年间,众所周知,在乾隆皇帝在位期间,清朝实力极强,很多小国亦会定期向大清进贡,而在一位西域国王向清朝进贡时,便献上一颗价值连城的叶明珠。 自此之后,这颗叶明珠便成为了清朝国库内珍藏的宝物,寄予这颗叶明珠的珍贵。 所以,自慈禧太后入葬以来,许多盗墓之人便对慈禧太后的墓葬无比寄予。 后期,军阀孙殿英为连取财富,将慈禧太后的墓葬挖开,受此次盗墓活动的影响,慈禧墓中的诸多珍宝陪葬品被孙殿英及其手下悉数盗走, 而他口中的叶明珠亦给孙殿英据为己有。 尽管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,凭借对诸多宝贵墓葬的导挖,孙殿英曾经见识过许多珍贵文物。 但当慈禧太后的叶明珠出现在孙殿英眼前时,他亦对这颗叶明珠的华美而震撼不已。 当时,孙殿英找到宋美龄,并提出可以将叶明珠转送给他。 但孙殿英并不是白白将这颗叶明珠送给宋美龄。 在两人交易叶明珠的过程中,他要求宋美龄出资为其扩充军队,在宋美龄见到慈禧太后的这一叶明珠时,对视双眼放光。 未得到这颗叶明珠,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孙殿英的请求。 自此之后,宋美龄便时常将叶明珠带在身上,而在宋美龄参加聚会时,很多人更是亲眼见到了叶明珠的华丽风采。 尽管宋美龄对这颗叶明珠非常喜爱,但他也明白,叶明珠终归只是一件物品,若是能够将叶明珠的作用发挥到最大,也会促使国家实现更好发展。 经过一番谋划后,最终,美国大亨洛克菲勒从宋美龄手中将这颗珍贵的叶明珠买下,而在得到这笔钱款后,宋美龄亦将这一款项用于国家的军事建设。 虽自此之后,如此珍贵的质保文物流失海外,是对我国历史研究的沉重打击,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,宋美龄却凭借着这颗叶明珠换来的资金,促使民国战士们得到相应的物资保障。 可见,之所以宋美龄会将叶明珠卖给外国人,也实属无奈之举,并非出卖祖国的行为。 新中国成立后,随着我国综合实力不断提升,相关部门也曾想过从洛克菲勒家族手中将叶明珠收回,以此帮助历史研究事业实现更好发展。 据相关专家评测,这颗叶明珠的价值已达到八亿左右。 正因如此,虽我国曾提出决定出资回收叶明珠,但洛克菲勒的后人却并未同意中国方面的要求,反而一直将叶明珠珍藏在自己家中。 或许在慈禧太后生前也没想到,自己的墓葬居然会因种种珍贵陪葬品遭到如此倒挖,若是慈禧太后能够预料到如此结局。 或许她也不会将这些珍贵物件一一带入墓葬。 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,如同叶明珠一般流失海外,未能被顺利找回的珍贵文物数不胜数。 对于我国历史研究而言,此类文物的缺失,已为我国历史研究造成极大遗憾。 或许在未来的日子里,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,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将实现更好发展,诸多珍贵宝物,以能重新得到祖国的珍藏与保护。 助力国人对历史实现更深层次的了解,明朝宣德三年,1428年,二月的一天。 天色已晚,杨士奇、杨荣、简易、张甫、夏元吉五位内阁大臣接到秘制。 让他们火速去宫中议事,五人都以为出了大事,于是风风火火赶到宫中,等到了西角门,明宣宗朱瞻基早已在等着他们。 见五人一道,朱瞻基直奔主题,问,朕活了三十岁没有儿子,如今孙贵妃为朕生了一子,母以子贵,朕想费了胡皇后,立孙贵妃为后。 你们说我怎么做更合适。 词语一出,众人恶然,杨荣认为,废后可以,但胡皇后被废以后如何安置比较麻烦。 简易说,不如效仿宋仁宗,当年宋仁宗废了郭皇后,让郭皇后入道修行,册封为敬妃。 杨士奇越听越不像话,他大声说,皇后万不可废,胡皇后在宫中没有大错,若贸然废后,必然会引起群臣反对。 当年宋仁宗废国皇后,范仲淹,孔道府率领欲使台十余人极力劝阻,最终范仲淹等人被贬。 百年之后,范仲淹,孔道府等人被史册在狱。 这足以证明宗仲淹是错的。 杨士奇这番话说完,朱瞻基的脸色明显不好了,他让大家回去再商量一下,朱瞻基走后,杨荣对杨士奇说,尚有之久矣,非臣下所能指。 出自明史记事本末,卷二十八,意思是,皇上早就想废掉皇后了,这件事不是我们能阻止的。 事实证明,三阳中,还是杨荣最了解朱瞻基,一个月后,胡皇后还是被废了,大明朝第一位被废的皇后诞生了,这位被废的胡皇后,名叫胡善祥,她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原配,可惜,当皇帝不爱了,再说其他的已无意义。 本文,笔者将通过史料,为大家分享这位大明朝第一位废后胡善祥。 一,张皇后亲选,永乐帝亲定要说徐善祥,还要从他的丈夫明宣宗朱瞻基说起,明宣宗朱瞻基是朱高赤之子,朱棣之子。 他出生的时候,朱棣恰好梦到朱元璋送给自己一个祭祀用的大规,并让朱棣传给子孙。 所以,朱瞻基一经降生,便得到了朱棣的喜爱,朱瞻基自有聪慧,朱棣本不喜欢长在朱高赤,但因为朱瞻基的原因, 也慢慢接受了朱高赤的地位,永乐二年,朱高赤被立为太子,永乐九年,朱瞻基被朱棣正式册封为皇太孙。 这一年,朱瞻基才十三岁,也就是这一年,朱瞻基遇到了他爱的女子,孙氏,对,你没看错,是孙氏,不是胡善祥,孙氏。 即后来的孙贵妃,他的父亲明教孙忠,曾经担任河南永城县主部,而当时的太子妃张氏,朱高赤之期,来自永城,两家有救。 也为这个关系,孙氏十岁左右就被送到宫廷,在张氏身边,是为官女子,这里笔者需要说一下,也为明朝初年,很多官宦人家都争相把女儿送到宫中。 例如,朱棣的妻子徐氏,虽然是徐达之女,但从十岁左右就被送到马皇后身边教养,所以,孙氏来到太子妃身边,也是这个情况。 明史《后妃传》中说,孙氏又有美色,皇太孙朱瞻基来看望母亲张氏的时候,不免会遇上孙氏,一来二去,二人便有了情愫。 永了十五年,朱棣认为皇太孙已经十九岁了,应该为朱瞻基选妃。 由于当时朱棣之妻徐皇后已经去世多年,朱棣就让儿媳张氏主持此事,张氏经过几番离选,最终确定了两个候选人,一个是孙氏,另一个是光禄寺清胡荣之女胡氏。 胡氏归名善祥,当年只有十五岁,她性格温婉,举止雍容,和孙氏相比,少了几分美艳,却多了几分气度。 十载,胡氏天性真一,举止庄重,无媚顺之态,言下之意,和胡善祥相比。 孙氏虽然漂亮,但或许有媚顺之态,于是张氏经过慎重考虑,觉得胡善祥更适合做皇太孙的正妃。 张氏将自己的看法告诉了朱棣,巧合的是,当时台官向朱棣上奏,说后兴直鲁也,意思是,观兴相,皇太孙妃应该是山东人,而胡善祥的父亲胡荣正好是山东几宁人,与兴相和朱棣于是下旨,亲封胡氏为皇太孙妃,而孙氏只被封为皇太孙妃。 这样的结果,让朱棣基非常遗憾,但他自幼在朱棣面前乖顺,而今事情已成定局,他也只能接受,胡善祥被选为皇太孙妃。 胡家人自然喜气洋洋,胡善祥本人也准备好了嫁入宫中,然而,胡善祥不知道的是,自他踏入皇宫的那一刻起,已经注定了他悲剧的一生,因为,在爱情的世界里,父母之命终究不如青梅竹马, 胡善祥入宫后,狠得婆婆张氏的喜欢,由于永乐后期,后宫无皇后主持,太子妃张氏便是后宫第一人,遇到重大场合,张氏有时候故意将皇太孙妃胡氏推到前方,让胡氏主持大局,王公大臣的女眷接在胡氏甄贤公圣。 当时,外有朱棣和朱高氏的教会,内有张氏的告诫,皇太孙朱瞻基在表面上对妻子胡善祥还算不错,胡善祥入宫时虽然年龄不大,但他在第三年便身怀六甲, 此年,胡善祥生下朱瞻基的第一个孩子,是个女儿,这便是朱瞻基的长女顺德公主,封建社会重男轻女,皇家游慎,好在到了永乐二十年,他再次诊断出喜脉,太子妃张氏安排人非常细心的赵儿媳顾胡善祥,只盼望长孙的出生。 当时,明城祖朱棣正在北征,朱高氏还特地派人将儿媳胡氏怀孕的消息告知朱棣。 毫无疑问,不管是朱棣,朱高氏还是朱瞻基,张氏都希望胡善祥能够生下南海,胡善祥自己也日夜祷告,希望天降临,然而,事与愿违,待他临盆生产,又生了一位公主,永青公主,从永乐十八年到永乐二十年, 胡善祥先后生了两个女儿,俗话说三年爆俩,本是好事,若不是他生的都是公主,胡善祥必将在后宫站稳脚跟,事实上,虽然有遗憾,但胡善祥在后宫中还是有底气的,因为和他一同入宫的孙氏这五年来虽然更受朱瞻基喜爱,但他的肚子却一直没有动静。 接下来,大明朝的宫廷迎来了风起云涌的时刻,先是涌了二十二年,一千四百二十四年,七月,御驾亲征的明成祖朱弟在班师回朝的路上,并驶于草原之上,事年八月十五,皇太子朱高赤登基,是为名人宗,朱高赤登基后,册封妻子张氏为皇后,李朱瞻基为皇太子, 胡善祥跟着水长传高,成为了皇太子妃,胡善祥的皇太子妃生涯是短暂的,因为到了第二年,也就是红锡元年六月,在为仅十个月的明人宗朱高赤促然驾崩,宫廷内一片混乱,当时朱瞻基正在南京拜业名校陵,也就是说皇帝死了,而太子却不在京城,当时汉王朱高旭对皇位虎视眈眈,若朱高旭突然叛乱, 或者在半路截杀太子,那后果不堪设想,那段时间,皇后张氏整日在前朝和张府,杨世奇等人应对朝局,而太子妃胡善祥则负责后宫事务,后宫在胡善祥的主持下,秩序恢复,一片井然,待朱瞻基被接到京城,张氏和胡善祥都松了一口气,看到后宫祥和清太,张氏对儿媳妇的表现非常满意,六月二十六日,朱瞻基正式登基, 尊母亲张氏为皇太后,册封妻子胡氏为皇后,此时,和朱瞻基青梅竹马的孙氏已生下一位女儿,朱瞻基册封孙氏为贵妃,从皇太孙妃到皇后,胡善祥在一年之内连升两级,纵观中国历史,实属罕见, 当胡善祥拿到金色的皇后宝册时,他正是成为后宫的主人,但胡善祥明白朱瞻基心中是有遗憾的,也为他膝下五子,大明朝的皇太子虚位,朱瞻基册封后妃的时候,有一个差距,根据《明史后妃传》记载,皇后金宝金册,贵妃以下, 有册五宝,非有宠,宣德元年五月,帝请于太后,致金宝赐焉,贵妃有宝自此时,意思是说,在明宣宗朱瞻基之前,皇后才有被册封的金宝和金册,而贵妃及以下的嫔妃,只有金册没有金宝,但因为朱瞻基宠爱贵妃孙氏,她特地请示皇太后,给孙贵妃也赐了金宝,从此之后,历朝贵妃也有了金宝,从这件事可以看出, 朱瞻基册封胡善祥,可能是因为爱情,也可能是因为礼法,但朱瞻基册封孙氏,绝对是因为爱情,根据史料记载,宣德兼,海内燕安,车架颇是有幸,后美城兼归讽,无媚顺态,举常服侍侍从淡如也,即宣德年间,天下太平,朱瞻基喜欢乘车出游,胡善祥美美规劝朱瞻基,而且态度严肃,胡皇后平时性格淡薄, 吃穿用度也都非常朴素,从心理学上来说,明宣宗朱瞻基虽然早就被立为皇位继承人,但不管他做皇太孙还是皇太子,他都要受到来自爷爷或父亲的压制,有过这种经历的人, 一旦大权在握,最凡被人拐束,而胡善祥恰恰是那种喜欢劝诫丈夫,让丈夫努力上进的妻子,这便是他被废的导火索。 试想一下,朱瞻基后宫中的两位女子,一位是喜欢在他身边态度严肃的唠叨个不停,劝他勤政爱民的皇后,一个是在他身边摆一摆肃,有魅顺态的贵妃,差距变出来了,明朝宣德二年二月底,朱瞻基和妻子胡皇后接到了同一条消息, 孙贵妃怀孕了,收到消息的朱瞻基非常高兴,他希望他心爱的女子能为他生下长子,而胡皇后却面无表情,他命令宫女给孙贵妃送去不停,亲自去看望了孙贵妃,并亲自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太后。 十一月,孙贵妃生下一子,朱瞻基大喜,为儿子取名朱祁镇,不仅如此,朱瞻基生子还寄告太妙,告诉天地祖宗直接有了长子,这个时候,朱瞻基看孙贵妃的眼光就不一样了,仿佛,孙贵妃才是那个注定要和他生同亲,死同学的皇后,这个时候,他已经在酝酿将孙贵妃扶正, 其实,朱瞻基早年和孙贵妃相互倾慕,再加上孙贵妃媚顺,因此他早有将他立为正妃的打算,只是,若想立孙是为正事,朱瞻基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,第一,朱瞻基有至高无上的权利,没有朱弟,朱高氏的管束,第二,孙氏必须有得天独厚的优势,比如,他生了长子,这样才能给大家一个说法,之前,朱瞻基做皇太孙, 皇太孙,皇太孙的时候,第一个条件明显不成熟,他登基后,第一个条件具备了,但胡皇后和孙贵妃都没有生儿子,所以,第二个条件还不具备,终于,现在孙贵妃生下朱祁镇,朱瞻基不能等了,他要立孙贵妃为皇后,于是,朱瞻基思来想去,终于在第二年的二月,决定废后,他最先把自己的想法禀报给了他的母亲张太后,张太后自然反对, 可朱瞻基坚持如此,张太后最终说,你去征求内阁的意见吧,朱瞻基召来了他最信任的五位那个大臣,商议废后的事情,这便是本文开篇的那一幕。